大哥你干嘛呢 这个车不是只保养吗 你老只知道保养 你没给它检查一下 你刚才从底下泄几率跟放油 没发现漏油啊 刚才那个架子升不起来 我只用清醒知了 也没注意看 你老只知道保养 你也不给它检查 漏油露得胸的底下 我刚才看了一眼 从上面检门石盖 往底下 一直往底下漏 然后我还发现个新问题 水箱还漏水 这个我刚才也没发现 一会儿看看 水箱到底是不是水箱漏的 是的话明天我得跟车里开 哦好 大家好我是车轮 刚才给他这个车保养 因为我刚才没在 然后他 他换机油的话 弄完了 机里装了 还没加油呢 先去吃饭去了 我回来之后 我看了一眼 因为我 他加什么机油不知道 回来之后 我看了一眼 然后发现这个 清门石盖漏油 清门石盖漏油 而且漏的特别凶 这他都没发现 还给他处着镜头拍 然后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才 给车主打完电话 收完那个漏油的问题之后 先换七门石盖垫 因为今天特别晚了 先给他拆掉 明天去拿配件 他这个 是个1.5T的发放机 然后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漏油 多么凶 因为放出来就两个声 你不知道啊 放了就两声 然后现在正拆这个七门石盖 刚才发现这个黄冻液 里的湖里头一点没了 然后看到这个水箱里 水箱这块漏黄冻液 而且漏的时间不短了 不计 然后一会儿把风扇也拆掉 检查看水箱到底是哪漏的 明天一起跟车主说了 因为车最重要的就是机油和黄冻液 他这个现在跑了是8万公里 然后是个18年的时候 跑了8万公里 一年和4万公里吧 差不多了 然后现在就是机油 漏的特别凶 黄冻液 刚才我看了也漏的特别凶 一会儿先拆七门石盖 然后一会儿再把这个风扇拆掉 再检查水箱看着哪漏 这是从上面那个七门石盖垫漏来的 直接就漏到油底 然后变氧箱和这个发动机的接缝处 全是油往下滴的 上面七门石盖垫一圈都漏 然后漏到圆卯梁上 沥水自越雪盖垫顶 何嘛 这么东西 都漏到 每天都适 Massachusetts 涂 Laurent 沥 这里 颂 看牙拆掉了 它这个上面打的胶 一开始我还以为它换过呢 然后车说原车的没动我 没动我 然后再看这个正式链条的侧盖 也是打的红胶 所以说这应该是原厂打的 但是这打的也太糙了 你看 跟后期咱们手工打的也差不多 这有可能就造成了油 然后这个8公里的车 看它还是挺黄的 但是鸡碳是没有的 到现在为止 但是这次的机油特别黑 可以看到上面这 螺丝上这个黑的机油 特别黑 但是这个锅我不背啊 上次机油不是在我这换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 漏油造成剩下的机油特别少 然后跑的时间也长 造成机油发黑了 现在 其实按现在看到的这种情况 黄黄的 而且没有积碳的 8公里 可以了 因为它平常的话 什么机油都用 听它说 然后现在 先这样 明天等把垫拿回来 然后装垫 现在先把水箱拆掉 看看漏水是哪漏的 看到没 水箱的这个夹缝处 就是这个散热板和这个接口 汉汉汉汽的这些接口的地方 弄得造成这样 然后漏到底下 一切顺到这底下 看吧 我刚才卸气门屎边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这一片红 然后再看防灯液的湖吧 你看没了 这个客户是客户介绍过来的 然后来保养的时候 就我那客户还给我打电话了呢 他跟我说 给他好好弄一下 结果一保养 查了这么多毛病 而且现在车主还不知道 漏防灯液这个事 因为只跟他说的漏机油 但是我拆气门屎的时候 发现这个漏防灯液 然后明天再跟他说 刚第一次来这保养 就发现这么多问题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了 一是漏机油漏这么凶 然后防灯液 也是漏的湖子里边都没了 你这必须得跟他说 总共车需要的就是机油防灯液 这这两个东西漏这么凶 漏没了 必须得跟他说 所以说明天来了 我跟他说漏防灯液 看他什么表情 因为的确是漏没办法 我发现的对不对 我要是没发现也就这样了 那过几天要是跑车时候高了 那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那更可怕了 对不对 行 今天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话点关注 拜拜 我操这水这么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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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